天天跑步天天开心 今天我们带来包地训练鞋的横屏 它们分别是 百尔路巴2 净化13 瑞布安乐剧3 和李宁的超轻20吗 不 超轻19 就是为什么不是超轻2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到我的上一期视频 去看一下我对超轻20的评价 我们首先来到一双训练鞋最重要的中底部分 从中底的弹性和缓震来看 刚上脚 超轻19是最好的 其次是百尔路巴2 安乐剧3和净化13 超轻19的笨和中足的镂空 为它提供了充足的回弹与缓震 而净化13由于是EVA的中底 所以上脚的时候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缓震和回弹 但是如果算上单次耐久 也就是到10公里甚至20公里之后 它们的排名就会发生改变 从好到坏分别是超轻19 净化13 安乐剧3 百尔路巴 百尔路巴2的单次衰减是比较严重的 特别是在8公里之后 它会变得很硬 所以需要跑者有比较强的角力 而超轻19依然会保持不错的缓震与回弹 净化13它的EVA中底会始终如一 在长距离中刚上脚和30公里之后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到鞋面包裹 路巴2强于净化13 强于安乐剧3 强于超轻19 是的你没听错 我认为路巴2的包裹是强于净化13的 两双鞋都很舒服 但是路巴2的鞋带调整空间更大 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两个鞋带孔拉紧足弓支撑 也可以通过调整前面这个鞋带孔调整前掌的松紧 而净化13鞋带对于整个包裹的调节并没有那么显著 超轻19排在最后主要是因为它脚背的舒适度欠佳 通勤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 跑步的时候穿稍厚一点的袜子也可以缓解 我们再看足弓支撑啊 路巴2的足弓支撑是最好的 其次超轻19 精华13 然后是瑞伯安乐剧3 这三双鞋对于足弓支撑都有特殊的设计进行加强 而瑞伯安乐剧3则是几乎没有任何的特殊设计去加强足弓的支撑 并且加上安乐剧3它本身的材料是偏软 所以它的溃缩也是这些鞋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 支撑就会稍微显弱一点 最后来到大底啊 路巴2和超轻19并列第一 它们的大底抓地力都非常棒 然后是精华13 最后是瑞伯安乐剧3 精华的大底已经是索康尼的大底里面非常繁华的一种了 当然抓地力上还是比不过上述两种 安乐剧3的话则是为了耐久牺牲了一点的抓地性 它的橡胶非常的运 然后来到耐久的话 安乐剧3精华和路巴都有比较好的耐久 超轻19就会稍弱一点 这三双能跑到700到800公里以上 而超轻可能只能跑到五六百公里 最后做总结啊 在这几双鞋里 我的长距离首选是超轻19 它有充足的缓震与支撑 可以支撑我跑完长距离 然后精华13 它出色的点在于出色的鞋面包裹 还有流畅自然的跑感 适合追求舒适自由的跑者 百游路巴出色的点在于它的鞋面包裹和非常强的支撑 还有出上脚比较软弹的中底 但是由于它的衰减过快 所以如果跑长距离的话 还是有比较高的训练门槛 最后安乐剧3 它其实各项都不突出 但是它有超高的性价比和非常强的耐用性 这几双鞋都各有千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选择 而超轻20 只能说是被它们吊打 下一期我们带来飞燃2的主体 飞燃2和飞电3C的对比评测 也可以期待一下 哈喽大家 今天是周日早上 我又出来跑长距离了 今天穿的是金华 金华很好穿 但是薄底鞋总体没有后底鞋那么轻松愉悦 这个时候就需要音乐来帮助你对抗枯燥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带的这个 Hello Proofing BC01耳机 我个人就是古传道耳机的中毒用户 每次都会带 然后这个的特点就是带着特别稳 而且很轻 带着特别舒服 跑长距离几乎无感 而且夏天快到了 会流很多汗 它是IP67的防水 甚至可以放水龙头下洗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进水 长距离其实还考验耳机的续航 毕竟我们一跑就是两个小时 它的续航可以达到八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你就算一天一跑 一周一冲也肯定够了 而且它还是磁吸充电 磁吸快充 五分钟就能让你跑步两小时 我还想提的是 这个耳机跟一般古传道最大的区别是 它甚至可以双设备连接 这是一般的蓝牙耳机会做的事 也就是兼顾日常 一般我们工作学习的时候 都会电脑和手机一起来嘛 然后它双设备连接就很方便 我觉得跑步带古传道还是挺有用的 就是比如现在你在这个大街上有很多车 其实然后你带着古传道就能停到这些车经过 就能保证你的安全 用大牌一半的价格去买到几乎性能上的平替 黑楼perfume bc01我很推荐 好啦各位废话不多说 我出发跑传自己了 拜拜